大家好 歡迎收聽老夫講槓話 我是老夫 久違的Podcast又來了 那個 因為那個在六 現在七月嘛 在六月的時候有跟大家分享到 就是 如何開始學投資 四張白子怎麼開始 然後一直到 跟大家分享一些穩賺不賠零風險的方法 或者是百分之百獲利 這樣子的 低能標題 那當然你們聽完之後 能夠明白的人就會明白 不能夠明白的人也沒有關係 反正佛度有緣 啊不 我也不是佛啦 反正就是 因為詐騙集團太多了嘛 想要一夜制服的人也太多了 那如果你不懂什麼叫做 耐心等待 插秧 不是啦 播種插秧 然後等到這個稻米收成 如果你沒有這樣子的 態度的話 那其實 繼續被騙錢那也是你家的事 反正不要騙到我錢就好了 OK 其實啦 其實老實講 應該蠻多人也不知道什麼是股票 什麼是指數 什麼是ETF 什麼是基金 等等之類的 那 那 也沒有關係 也沒有關係 我想說 我前陣子跟朋友分享一些不錯的方法 那也希望說 這個方法 分享給你們 那 不太會做投資 不懂投資 甚至連 證券戶 信用戶 都沒有的人 你們可以 嘗試著怎麼樣去做一件 事情 嘗試用最低的成本去嘗試 如果啦 我必須說如果你今天 連最基本的生活都沒辦法完成 沒辦法 維持的話 我跟你講你連投資這件動作都不要投資了 千萬不要 先把你的生活顧好 先把你的本業顧好 投資的那個資是資金的資 資本的資 資訊的資 隨便 反正那個資就是跟你講 你要投 這個資 你要先有資金 資本 而且是 可運用資金 可以 等待的資金 不是要你拿去做投機的 OK嗎 投機就是 找機會嘛 那機會就是找不到就是 就沒了嘛 所以說 在你沒有辦法 我們為什麼要工作 就是為了滿足生活的需求 那我們生活最低的需求是什麼 十一 住 你要有地方住 你可能住家裡或租房子 隨便 你最起碼 一天最好要有辦法 吃一餐 那你要吃兩餐 那是你個人 的選擇 就是你要有辦法完成 吃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你吃是為了動 動是為了活下去 十一 十 一是什麼 一就隨便啦 不要像老夫一樣那麼愛買就好了啦 反正有些人就是喜歡 一件素T穿到底嘛 或是反正有些人就喜歡 穿得舒服 反正 有的穿就好了 也不用太在意他好不好看 美不美觀 反正每個人生美觀面板就不一樣 你覺得 開心就好了 所以一不會太大的重點 住 剛剛跟你講 行就是交通 看你是 走路 搭公車 坐捷運 開車 騎車 隨便 你工作的目的 限 大部分的人啊 大部分的人 包含我也一樣 除非我們是生在一些 寒的 金湯匙 長大 家庭 不然我們 出社會 工作 的 最初目的 就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基本生活 要不然活下去 當你有辦法完成這件事情 我們再來討論 你有存錢 存夠了資金 然後呢 存夠了你的籌碼 我們開始把這個資金轉換成更有效率 更適合自己 的地方 我們去做投資 學習去做投資 這是 有步驟的 你剛出社會 然後呢 月薪 30K 每個月 花30K 你沒有錢啊 你沒有錢 做什麼投資 對不對 那 不是要你省一點錢 去擠錢出來投資 你既然沒有錢 那你就想辦法多賺一點錢 在你的本業上好好的努力 讓老闆看到你 讓主管提拔你 幫你加薪 你現在花30K 你現在賺30K 老闆幫你加薪 或是你跳槽 你變成 一個月賺35K 你一樣花30K 你就多了那5000塊 出來做投資 出來學投資 出來給自己一些機會 好不好 網路上 或是說 書局裡面 各種投資的方法 都非常非常多 好 指數投資 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 個股的選擇 你們也可以去做 但是我覺得 一步一步來 因為 個股的波動度又更大 如果你什麼都不會 你連證券賬戶都沒有 你又想要學投資 你剛好有錢 可以開始做這件事情 那您不妨考慮 先從指數開始 對 這個概念是 基於風險考量 當然你買到一間 對的股票 你買到一家 對的公司 隨著他的 公司成長 隨著他的股價發展 你可能 不小心一張不賣 奇蹟日來 就可能賺了三四十趴 四五 百趴 翻好幾倍 那但是你真的是 做錯決定 又不知道什麼叫做止損的重要性 OK 那你可能會 你可能會 你懂嗎 就跟我媽一樣 買了壁紙貼在家裡上 那種概念 你的錢就變成了 廢物 不見了 OK 所以說 投資方法有很多種 我投資策略有很多種 但是你可以先去嘗試 投資的感覺 用最低的成本 最小的風險 不是 不是做定存 投資不能跟定存做比較 但是我不是要推薦你們去買 0050 好不好 所以你們 可以聽看看 一個過來人的經驗跟你們分享 這樣子做 慢慢的去累積經驗跟感覺 那當你 越學越多 想要到 主動選股這一塊 來做 揣摩跟挑戰的時候 再去嘛 對不對 在還沒有 證券賬戶之前的 你可能也不知道要去挑哪一家 券商 那沒關係 基本上我自己覺得 大同小一 我不太挑了 我很多家都用過 我剛好有個朋友在做 券商 我會把他的那個 IG 把他IG 付上 那如果你沒有開過任何一家證券戶 你好奇 要怎麼開 或是說你好奇 要準備什麼資料 或是說你想了解 這家證券戶跟比較有什麼差別 那就去私訊我朋友 他沒有給我錢 我只是覺得 大家 就是 我身邊也沒什麼朋友在做 營業員 剛好有這位 朋友 夜兄 你們有問題可以去問他 因為 跟證券相關 證券戶相關問題 他是 營業員他會比我清楚 非常非常多 那我自己呢 就是 有的用 我用的習慣就好 我也不會換來換去 好不好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什麼 就是 不管在 各種市場 大家常常聽到嗎 牛市熊市嘛 對不對 牛市你就想像鬥牛 那有牛 要撞人的時候頭仰起來 牛 喔 對不對 就不要說這個市場是一個 往上的 多頭市場 熊市就是像個 一隻棕熊一樣 他是這樣四隻腳站在地上 駝背 熊市往下走 空頭市場 那今天不管是多頭市場或空頭市場 我覺得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可以讓你去練習 賺錢跟賠錢 或是說可以去練習你要怎麼樣進出場 的一個經驗跟感覺 就像是以前我們有玩過那個 天堂的人 對不對 剛出生一級的時候就要去 那個打 稻草人 一樣 是 一個比較 簡單可以升級的方法 講到這邊 可以了解嗎 可以了解 扣1 狗屁 跟大家講一下 元大寶來台灣卓越50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簡稱 代碼0050 反正這一檔ETF 他就是把台灣50大市值的公司 把他給他包在裡面 那 基本上啦 你的公司不符合他們的標準就會被替換掉 就那麼簡單 所以說 公司會倒 但指數要倒 會相對 難很多 他風險真的是 就 投資這個行為來說 相對是低很多 那目前 目前一張要 因為他目前 現在的報價是128 8.9 8.9 OK 就是大概一張要大概13萬 一張股票等於是1000股 所以說 一張股票要13萬 等於是你買一股只需要 130塊 買10股的話呢 1300塊 買100股的話呢 13000塊 以此類推 因為台灣現在是可以讓 民眾去買零股的 只是說買零股可能你會遇到是 手續費比較高一點 這樣子的情況下 但沒有關係 進市場 繳學費 很多人都會這個樣子 總比你去 把學費繳給 名牌老師 然後呢 老師不見了 你被套住了 來得好 你們 不管在任何市場 都可以試著去 學習 用最簡單 最簡單的方式 學習怎麼進場跟出場 然後呢 先把基本功有了之後 再去做延伸 跟調整 譬如說 舉個例子 今天128.9 多塊 那你覺得 這個時候 好像很便宜 我想要買 那你 你每個月 剛剛說嘛 假設你有這個 資金 每個月都 扣除你的基本開銷生活之後呢 你有這個資金 兩千 兩千 三千 好不好 兩千 Shit 很多了 兩千你就 看可以買幾股 你就給他拌下去 下個月呢 這不叫定期定額喔 下個月 你 不小心 公司 賞臉 給了你三節獎金 多了一點 你有六千 那你就把六千 找一個你相 覺得相對的低點 覺得是個好的買點 不管你是要用五日線 十日線 二十日線 技術線圖 還是什麼 什麼KD MACD 隨便 你用你喜歡 習慣的工具 去找買點 進場 然後 持續做這件事情 你一開始 一定是賠錢 也不一定一定啦 那你一開始很容易看到賬面是浮虧的 負零點多趴 負一趴 負兩趴 隨便你不要管他 反正你就是一直不斷的在每一個月 或是說你手上有錢的時候就去買一個適合的 股數 一股 10股 20股 50股 100股 隨便 你 安心 不會怕的股數就好了 怕拌下去 一直買 一直買 等到你 持有的標的物 翻證了 你記得你這標的物是 指數型基金喔 他不是個股喔 他不是什麼 台積電 聯發科 你懂嗎 他不是個股喔 他是指數喔 他是基金喔 他是ETF喔 他不是個股喔 個股千萬不要這樣搞喔 除非你很懂得這個股票幹嘛 不然 0050 你就是照我剛剛跟你說的 試著看看 嘗試看看 先學會 判斷 這個進場點是不是相對的好的進場點 對你來說 每個人覺得好不一樣 但對你來說你認為那是好的進場點 他就是好的進場點 你就買一點進去 每個月 或是說每當你有錢 怕會亂花 怕會開啟 的時候你就買進去 買買買 重複買到正 之後 不管是賺1% 賺2% 賺10% 賺20% 50% 隨便 賺到你滿意的時候呢 停利 或減碼 減碼你也可以 一股10股20股慢慢減嘛 減碼你也可以一次把波全部清掉 好 這一次 我大獲成功 賺了50% 但是呢 我不要自滿 我不要自己覺得很厲害 我不要自己覺得很秋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 投資市場裡面 賺到錢 那我們就把好的經驗 再複製一次 一樣 你手上又有錢了嘛 那那天錢 不要急的全部進去 先 分批進去 又或者是你當你有了這些錢之後呢 你可以開始加入不一樣的方式 假設你 過了一年 過了半年 記得時間 記得要有耐心 千萬要有耐心 不要立竿見影 健身不會因為你去10天 你就 你就從老夫變館長 懂意思嗎 要有耐心 要有紀律 要持之以恆 所謂羅馬不是一天造成就是這個 這個道理 道理人人都懂 但沒幾個人做得到 你試試看好不好 你 不管是過了三個月 半年 一年 達到獲利 你滿意了 出場 你手上就有一包錢了嘛 假設那包錢 不多 10萬塊 好不好 10萬塊 那你就把這10萬塊呢 放在你的 交割戶裡面 讓他 讓他 定期定額 看是每個月 5000 6000 7000 隨便 這個動作 做下去 並且 你每個月 多的錢 一樣 定期定額就讓他跑 調個你滿意的數字 調一個你的生命零數 隨便 同時間 你每個月有 多餘的錢 一樣 照之前的慣例 你認為是 相對低的買點 就買進去 慢慢買 每個月買 每個月買 然後一開始 你可能又賠錢了 等 不管是要等一年 兩年三年 你遇到熊市 可能會等很久 你遇到熊市 可能會等很久 但你 你遇到一個相對的盤整盤 或是說一個相對的多頭格局 你就不會等太久 但是你要先學會等這件事情 不要去設定要等多久 但是你就是慢慢的去 做這個動作 第二階段你開始做定期定額 同時間你開始 每個月找 自己喜歡的 低點 去把你的 子彈打進去 直到你又獲利了 直到你又賺錢了 你又更加有信心了 當你覺得 獲利你又滿足了 那 你就在完成你人生的 第二次勝利 看你是要減碼 還是全部出清 然後 再做一次 一樣的事情 反覆 一直到 一直到你開始 會去涉獲個股 你開始會學會 你可以把你賺來的錢 撥一些些出來 學會什麼叫做停損 對我來說 我今天 只是要做撥斷的標的物 假設我10塊錢進去 那我的停損目標是 9塊 2 9塊5 那他真的碰到了 站不回去 當天 碰到站不回去了 那我就會停損 3% 5% 看每個人習慣 或是說 5日線 10日線 20日線 季線 看每個人習慣 該停損就停損 你一定要先學會 停損 你一定要先學會 止血 那 後面再討論 獲利 我是說個股 不是說指數 指數就是照剛剛的 方式你試著去試試看 用最低的成本去試試看 當你在指數會賺錢之後 我們再來 研究怎麼樣做個股 但做個股的 第一件事情 我的建議 我個人的建議 是你要先學會止血 你要先學會止損 就要是今天有一個人 不小心拿刀 戳到你一下 你就開始流血 那你不管他 你要繼續跟他拼 然後呢 你一直跑 他一直跑 你一直追 他一直跑 你一直追 你血一直流 當人的血液流到 某一個 CC數佔你的什麼體重 幾%之後 你就會開始昏厥 發冷 倒地 休克 葛掉 這個叫做 你沒止血 像投資市場裡面 你要投資個股 你又不會止損 就可能會遇到 哇 一滴還有一滴滴 今天付 5% 明天付10% 後天付20% 我止不住 去了 我付10% 我受不了 需要用錢的停損 哇 就你懂嗎 你不懂得止血 就死了 你不會止血 你不懂得止損 就容易大賠 會止損 你就會先學會小賠 一直跟大家分享的 投資市場 小賺 小賠 大賺 不要大賠 活得越久 你就越有機會學到越多東西 你就越容易有一個適合你的方式 去建立你的信心 但如果你今天 進場 不到一年 隔屁 出去了 股票都是騙人的 股票都是詐騙 我不會再相信股票了 我不會再相信案情了 如果你有這樣子的 什麼那麼深出現之後 就表示 你可能是從一個錯誤的地方開始 導致有這樣子 錯誤的認知 如果這個東西真的是騙人的 就不會有這麼多人在裡面死殺了 水很深啦 這個市場真的水很深啦 好不好 所以說 我是這樣子慢慢 慢慢過來的 但我現在也沒有到很厲害 我現在根本就不厲害 不是沒有到很厲害 我現在根本就不厲害 我他媽就是個韭菜 我自認為在投資市場裡面 我還是一個非常標準的韭菜加廢物 只是剛好贏了一些些錢 可以買便當而已 但是很多人 可能連這個水平線都不到 那我也沒有要教你們 我也沒資格教你們 但是我 樂意把這個 一個不錯的過程跟經驗分享給大家 希望就是完全的小白 不懂的人 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起手式方式去慢慢的 透過時間 透過耐心去建立 一個 比較 好的方式 因為投資市場裡面真的沒有 人會主動去說我要當你老師 除非他要想要你的錢 好不好 老夫這一路上跌跌狀況到現在 就是 就是有一些心得 希望說 若是有些年輕人 或是剛 有些人剛進入股票市場 也會有 也會有 不知該如何是好的情況下 可以去多聽聽各種不同的節目 啪啪文 找到一個你覺得適合的方式 適合的起手式 去嘗試看看 用最小的錢去試錯 不要拿身家去 做一些你根本就不知道在幹嘛的事情 那真的跟賭博沒兩樣 一翻兩瞪眼 因為我賠過很多錢 賠過大錢 我痛過 所以我敢扣過 所以希望 讓 有一些朋友不要走到歪路了 好不好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我是老夫 人生少一點 比較跟計較 你 會過得比較快樂 謝謝收聽 掰